急速与激情的完美融合 法拉利 诞生于风景如画的意大利 这片地中海沿岸的宝地孕育了一个传奇 坐落在意大利的马拉内罗 法拉利的故事始于二战后的1947年 这个小镇成为了法拉利超跑的诞生地 也是激情与速度的不朽之地 正如一首扣人心弦的歌曲 奏响著赛车引擎的激昂旋律 法拉利的创始人是汽车界的一位传奇人物 恩佐法拉利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汽车工程师 更是一位杰出的赛车手 他的热爱和对速度的追求 使他成为汽车世界的传奇 恩佐法拉利的梦想不仅是制造急速的赛车 更是创建一个拥有独特品牌精神的超级跑车品牌 法拉利的设计理念是将急速与美学完美融合 每一辆法拉利车型都是一件精湛的艺术品 融入了极致的空气动力学和前瞻性的材料科技 品牌是设计为一种表达 每一条曲线都是对速度和美的追求的体现 法拉利的车身设计既注重风组的最佳化 又融入独特的品牌风格 使每一辆法拉利都充满辨识度 法拉利在汽车历史上不断突破极限 无论是搭载先进混合动力系统的Law Ferrari 还是急速赛道上的霸主SF90 Stradale 法拉利都以其技术的创新 和性能的超越为世人瞩目 在追求急速的过程中始终保持 对品质技术和性能的不懈追求 法拉利的故事始于赛车厂 品牌起初以赛车车队而闻名 其后转向制造公路车辆 法拉利以其在赛道上的成功 奠定了在超跑市场的地位 成为世界最受追捧的汽车品牌之一 品牌的精神一直是 挑战极限超越自我 这不仅体现在赛道上 还体现在每一辆法拉利的DNA中 法拉利的品牌故事 就像是一部动人的电影 充满了奋斗激情和成功的元素 其中一个法拉利系列 是Ferrari 458 Italia 这辆车搭载了4.5升V8引擎 以其令人叹为观止的设计和急速 性能在超级跑车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功 Ferrari 458 Italia不仅在赛道上表现优异 还成为法拉利品牌的代表之一 赢得了无数汽车爱好者的心 它是速度和美学的完美融合 展现了法拉利一贯的卓越工艺和性能水准 一级方程式赛车F1 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汽车赛车系列之一 也是国际汽车运动的顶峰 每场比赛都吸引着全球数益的观众收看 法拉利最初参与F1 于1950年摩纳哥分战正式参赛 再同为意大利品牌 爱快罗密欧和马沙拉蒂 与其他车队的竞争中 成绩就已经拿下分战成绩的第二名 法拉利出示提升的成绩 已经给予同场竞技的许多车队极大的压力 这给予温卓拉利很大的信心 从1950年之后 热衷于一级方程式场队 在竞争激烈的赛道上 经过11年的努力 在1961年法拉利获得了第一个车队冠军 能在一级方程式获取冠军 车队和车手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其中一位法拉利代表车手 在2000至2004年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时代 迈克·舒马克 连续5次赢得车手冠军 并使法拉利连续6次夺得车队冠军 创下了历史记录 2004年的法拉利 被视为F1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赛车之一 他在该赛季赢得了15场比赛 包括12场由舒马克赢得的比赛 并成为了法拉利最成功的赛季之一 法拉利可以是一种梦想的象征 代表着急速和追求卓越的生活方式 对年轻驾驶者而言 法拉利是激发激情和活力的象征 提供前所未有的驾驭乐趣 品牌文化和赛车历史 吸引着年轻一代的汽车爱好者 让他们渴望拥有一辆法拉利 对于收藏家而言 法拉利代表着经典和奢华 是品味和高雅的象征 法拉利的独特品牌文化和设计风格 吸引着追求奢华和舒适性的用户 同时法拉利的车辆 在收藏市场上有着极高的价值 吸引了那些汽车爱好者 将法拉利视为有收藏价值的真品 法拉利不仅是一个汽车品牌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 对不同年龄段的人而言 法拉利都有着独特的吸引力 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用户 对于速度 梦想 奢华 和经典的多样需求 成为汽车界的一颗璀璨之心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并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